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了解一下不同的政策和计划 如何提升我们的生活质素 在接下来的15分钟节目时间里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不同地方的风情 风貌加深对他们的认识 马上开始,南北快闲 12月3日,中路铁路正式开通运营 这条跨国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 途经玉溪、普里、西商板纳 南达老窝首都万丈市 线路全长1035公里 国内段613公里 老窝段422公里 加上口岸通关时间 旅客由昆明到万丈 最快10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 福建高校香港学生敏都文化研习交流活动 在福州举行 和茅定田芯运营土 嬌竹施工顺利完成 这个施工只用了五天 就完成了4.7万方 运营土的一次性连续嬌竹 也刷新了海中桥梁建设 史上最大连续嬌竹的世界纪录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文化创意设计大菜攀掌仪式 近日在珠海大剧院举行 大菜从今年2月啟动以来 就收集到2502件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 经行业专家严格评审 共有165件作品获奖 东关村细乐会始建于1833年 清道光年间 据史料记载 东关细乐会有云罗两格 管笛两根 海笛两个 海追两个 生四格 横笛八根 四壶四把 至今保留空梦有21首 这种古老的音乐 来到现在越来越受欢迎 《独董中国国际会议》 自从2013年举办开始 就邀请国内外 具影响力的嘉宾来参加 希望做到了解中国态度 传播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独董中国国际会议》 已经是第三次在广州举行 没多久之前 召开了闭幕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也公布了 今次会议的成果 一起去现场看看 今次《独董中国》大会规格高 形式新荣 与会者围绕主题 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对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 具有重要的意义 家伙们一直认为 中国用100年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 成功走出了一个整形的 中国特色社会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型态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我们主题 当今世界各个人民的前途命 愈人愈紧密的联系 顺应实在潮流 习近习的应对挑战 推荐开放包容 普贵 平衡和供应的成就大合作 今次大会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来自美国、俄罗斯、欧洲等二十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知名政治家、战略家、学者、企业家等 共七十多位外国嘉宾到场 十多位外国嘉宾线上与会 创独懂中国外方参会规格力大之序 国际嘉宾围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世界百年变与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 可以主题深入研讨 交流思想、贡献智慧、凝聚共识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的读懂中国 读懂中国共产党 也是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 扩大和深化与各国的利益会合点 近年来广州紧握粤、粤、澳、澳、大湾区 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机遇 扩实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积极为世界独懂中国 为促进世界各国友好交往和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近年北上买楼成为大趋势 很多香港人都有考虑 去到内地置业投资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跨境买楼都可以做到零出关办理呢 是的,珠海为了方便澳门居民 推行了一套新的模式 只要澳门居民在珠海置业之后 不需要出关 只要在当地去不动产登记 辩民服务点直接办手续就可以了 澳门居民找女士 在斗门购买了一个物业 按照传统办理模式 她至少要去一次珠海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而在实施零出关模式之后 她在澳门辩民服务点 便可以完成抵押登记申办 全流程在澳门办理 我们就做了这个直态这个服务 便利了澳门居民 比较多手足相 流程都很快 而且整个过程 我们在澳门就已经完成了 截至10月底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先后和11家澳门银行 4家香港银行 签约合作协议 在合作银行 设置珠海不动产登记的 便民服务点 港澳市民和企业 在服务点办理贷款的同时 可以直接申办 不动产登记的业务 执行银行登记业务 申办的线上流转 我们还创新不动产登记的 证书载体 对于互联网加金融服务 办理的抵押登记业务 统一地发放不动产登记 电子证明 无数为年正再多跑一趟 这项服务推出来也有一段时间 社会反响是非常好的 我们相信后续随着大家合作 进一步的加深和深入 会给我们的港澳企业和居民 提供更多更便利的不动产登记服务 也为我们大湾区的建设 和深河区的建设 可以说助一臂之力 为了让更多澳门同胞 享受到珠澳协同发展 带来的方便 珠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珠海市医保局 珠海市社保中心等部门 积极推进社保业务 为澳门居民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社保服务 我们主要是中国建立于第三方组织 比如说我们和澳门街方总会 澳门公会联合总会 还有民众建奥联盟 在他们几个比较大的社会组织合作 借助他们在当地 服务网点多 服务能力强 对群众比较熟悉的优势 帮我们办澳门居民参加 珠海社保的一些进办服务 服务门居民办理服务超过四万人次 提供咨询服务超过六万人次 相信父母们最不想错失 就是子女成长的时间 最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 就新增了父母育儿嫁 以及独生子女互利嫁等等 我们看到新修订的条例 是这样规定的 如果你的子女在三岁以内 父母双方每年都可以 各自多十天的育儿嫁 陪伴的时间多些 感情自然就好些了 在最新修订的 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 直接删除了社会抚养费相关条款 其他和三孩政策 不相适应的制约措施 也一一取消 同时新增了育儿嫁 规定在子女满三岁之前 父母每年各享十天育儿嫁 父母可以采取更灵活 更合适的方式来安排育儿时间 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说 应该还是蛮好的吧 我感觉这个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我也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很欢迎这样的政策 除了育儿嫁之外 条例中还提出护理假 给予独生子女假期优惠 女方仍然在国家规定的 98日产假基础上 再享受80日奖励假 总计178日 男方享受15日的陪产假 在今次的修订中 增设多项生育支持配套设施 是一大亮点 比如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规划配件相适应的 应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等 减少家庭在生育方面的后顾之忧 但是也不敢再生三胎了吧 压力太大了 我个人是觉得随着年龄增长 可能我从20初到20大几岁 这样一个阶段 甚至到30岁这样一个阶段 我会意识到生孩子 对于女生来讲 更多是自己生命中 要完成的一个东西 而不会去单纯地受说 社会一个期望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如果有政府的这样一个支持 我会更安心地去应对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女性权益保护很到位 数据显示 2020年我国适合生育年龄 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以处于较低水平 而在今次修改的条例里 亦都多次提及 适宁分育 幽生幽育 很明显这个政策 就是引导大家生育观念转向积极 咱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是说 我们的年轻人都不爱生 他不爱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于我们的生育成本 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 这半年来 大家可以看到 要分分出他的一些政策 它的本质都是围绕这几个三将来开展 它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为我们在中长期人口的均衡发展 做铺垫的一个重要举措 今天《大自然大不同》 会带大家去认识 在香港生活的这种青蛙 斑腿范薯蛙 摄制队跟我们说 要捕捉这么珍贵的画面 一定要在夜间 而且还要在昏暗的环境之下拍摄 相当珍贵 不如现在就请我们的监制夏季昌 跟他们介绍一下今集的内容 青蛙交配 说是那个是青蛙女 未找对地方 怎样都没得谈 究竟它什么地方才叫对呢 这里是两只熊猩斑腿范薯蛙 在争地盘 你推我拥 希望对方可以知难而退 在繁殖的归节 每一只熊蛙 都不希望其他的熊蛙走近 顾名思义 树蛙是会爬到树上 斑腿范薯蛙 亦是属于中型的蛙类 它们的背腹扁平 皮肤浅渴色 体色可以随环境改变 大眼睛身体光滑 指端吸盘发达 令它们可以爬上树的高柱 是今天我在搏 是看到我 我一字熊 有六十六 小心 放不下 熊蛙 如我们就不知道 现在就在鶴海 四圍地走來走去, 毫無倦意 這個時候, 紅蛙好像有點疲倦 緊閉著同熊 鳥坑神舟, 精彩在線 今天這個環節將會帶大家去到蘇州 蘇州最近天天都陽光明媚, 好好天 對, 清澈的藍天, 金黃的樂業 適合一眾攝影的發燒友 今天帶大家去蘇州的虎丘山景區看看 而今天的灣區傳媒體也來到這裡 下集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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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您就是這麼多男的 河